你惹罚了 你死吧! 嗨!欢迎来到走火入魔 不知道你们今天入魔了没有呢? 电剧人Chainsaw Man原作《藤本树》 在2019年开始连载漫画 然后在2022年10月也开始正式连载动画 这真是一部很不错的动画 我这里激励推荐,一定不能错过哦 电剧人的故事是描述 恶魔是从人类的恐惧中诞生在这个世界的 当这些恶魔来到人间的时候就会带来灾害 所以为了对抗恶魔 有些人会跟恶魔祈悦 然后得到恶魔的力量 就能与恶魔对抗了他们被称为恶魔猎手 Devil Hunter 故事的主角电智 故事与电剧恶魔波吉他达成契约 得到了电剧恶魔的力量后变成了电剧人 过后遇上Makima后 就召入入公安部成为了恶魔猎手 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介绍给大家 火星模组出来的电剧人的头像 在模组的时候就发现电剧人的牙齿和电剧上的道片 这些细节要3D打印出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今天我就会在这个影片里 告诉大家如何分件来打印这个模型 才可以你用最少的support 来保留最多的细节 Yoshi Ekimashio 首先我会以方便FTM打印的格式来切割模型 我会把模型切割成7个部位 头上的道片我会分开两半 好让打印的时候 道片可以贴平热床 然后道片的形状就能完美的打印出来 然后又不需要使用support来支撑 打印完后只需要用万能胶左右两片粘起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牙齿上二的部分 我也做了一个切割 这样一来牙齿的部分就可以完全向上 以这样的方式打印 就可以完全不需要使用support 就能把牙齿的细节完全打印出来 同样的完成打印后就使用万能胶把它粘在上二上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下二只要把牙齿的方向旋转到一定的角度 那就能完整的把所有牙齿都打印出来了 但是以这个角度打印千万要记得底下一定要使用Ruff或Brim 因为模型和这个热床的贴点实在太小了 所以一定要使用Ruff或Brim模型才能在打印时贴稳热床 这就是打印出来的成果了 由于牙齿的尺寸还是很幼 所以打印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 建议有兴趣自己打印的朋友可以把模型放大20-30%来打印 相信效果应该会更好 接下来就是以方便SLA打印的格式来切割模型 如果想上色更容易也可以使用这个切割模组来用SLA打印 不过要注意千万不要使用FDM格式的刀片模组来使用SLA打印 因为用SLA打印如果把模型贴平硬床的话 模型是很难取出来的 取出来的过程也很容易把模型弄烂 只要把模型大概放在图中的角度 然后在下方的每一根刀片都撞上指甲就可以了 刀身的上方这个位置也可以少许加一点支撑 这样打印出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上二的部分就像图中一样的角度 让牙齿在打印时不需要支撑就可以了 到最后就是下二 方法和打印上二一样 只需要把模型扭转到牙齿 不需要支撑来打印就行了 好了打印完成了 效果十分满意 唯一遗憾就是 电锯上的其中一个刀片 应该是遗漏了一个支撑 所以那个刀片反映出来是不见的 虽然有小小的瑕疵 但是整体上总算是满意的 过后就做一些打磨 噴上底气后 就在一些瑕疵的部位做打磨或修补 过后再喷多一层底气来检查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的 好了可以上色了 剧场喜不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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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评吕 前渡 notificatio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终于完成了,这次的作品我真的十分的满意。不知道你们感觉怎样呢?不妨在留言区里写下你们的看法和意见,好让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下。 音乐 Zither Harp 由于我使用比较小台的SLA打印机来打印 所以SLA打印的版本我是缩小了30% 不过就算使用原本档案的尺寸 你目前市场上的SLA打印机大部分都能够打印出来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方找到影片 来下载我这个编剧人的头像和上帝档案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